章谱视频就是抽选一张牌,测它对你是否真心 下方有四张牌,分别是A,B,C,D 在你的心中默念章谱的问题 从下面的牌中选择一张最有感觉的塔罗牌 好,如果选好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 那么这一张牌呢,是保健五 这一张牌呢,就表示说你和他没有完全的付出真心 因为你们都是属于那种只要付出了便要求得到回报的人 因为无法确定对方对你是否真心 所以呢,你自己也是对对方有所保留的 那么感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呢也复杂 爱情呢,是需要相互付出的 那么老师就建议你不妨试着敞开心扉,真心相待 那么你就会得到你自想要的答案了 想知道你们这一段的感情能否走到最后呢 对方是否真心爱你的呢 你可以关注老星,点击下方的开始占卜 就可以联系到老师为你亲自的占卜一次了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到第二张牌 那么这一张牌呢是圣杯吧 这一张牌呢就表示说 他对你的爱呢还是有所保留的 并没有全部的付出 也许呢他之前受过感情上的伤害 内心呢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还在试探着往前走 为了不想再次受到伤害呢 所以呢也不敢完全的投入这一段感情当中去 假如你很爱他的话 就多给他一些温暖包容和理解 将那颗变冷的心呢重新暖过来 到时候呢他便会全新的对你了 若你想知道你们这一段感情能否走到最后 或者说如何做让对方完全的爱上你 你又该如何做才能完全的把握住对方的心呢 你可以关注老师是愚人 这一张牌呢就表示说 他对你呢不是真心的 在表面上你们的感情呢 很好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 你能你自都能感觉到 他心里似乎还在牵挂着谁 可能是他的前任 只是他嘴上说着跟你说放下了 但其实他内心可能一直在等待着 他前任的回来 或者说已经有了跟前任复合的想法 只不过呢是上段感情的分开 才导致他现在想要疗伤 如果前任回来找他的话呢 恐怕他就要放弃你了 若你想知道你们这段感情能否走到最后 或者说对方对你的心是否 对你是否真的要变心了 你们的感情是否已经变质了呢 你开始占卜就可以联系到老师了 那么我们来看到了最后一张牌 那么这一张牌呢是心臂首牌 那么这一张牌就表示说 他选择和你在一起呢 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以及观察的 发现你很适合他 最后呢才决定跟你在一起的 所以说呢他对你并非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真心的喜欢你的 虽然现在的你们或许不是那么的 你现在不是那么的重视他 但他以他包容和谅解的态度呢 去面对你维持着你们的关系 渐渐的你也能看到对方的那一颗 诚意以及真心了 那么若你想占卜一下 你们的感情的最终走向会怎么样 或者说对方是真心爱你的吗 他又会不会是你的正元呢 你可以关心点击下方的开始占卜 就可以联系到老师了 好了本次塔罗牌解释视频呢 就已经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若你的心中呢还有其他情感问题 不管是关于爱情的事业的 复合的正元的缘分等等的情感问题 你都可以在点击老师的主页